好的 今天要來教學一下 有很多寶友在問這個 安卓的飛人到底要怎麼匯入路徑 那其實很簡單 稍等我一下喔 就是點這個 星星 然後點地圖 那點了地圖之後呢 下面有沒有看到一個GPX 點它一下 它就會跑出你下載的東西了 那像我就點這個西班牙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它的路徑了 就直接匯進來 所以簡單來說呢 你只要點下 開始 它就會開始移動 有沒有 它已經在走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欸 點一下 有沒有 再走了 就這麼簡單而已啊 這個 這個真的不難啦 那前提是你要怎麼拿到這個GPX路徑 那我現在來做一個範例 就是例如說像 呃 我先跳出去 我都已經放在這個雲端裡面嘛 這個雲端裡面的檔案 你就隨便點一個 然後把它下載下來就好啦 點下載 然後它就會像 就是剛剛那樣子 你就只要點地圖 然後去 點地圖之後 選 GPX 然後找出你存放的位置 然後點它 把它匯進來 按下開始 那當然這邊也可以選擇 A到B 還是B到A 就看你要怎麼走 都可以 那就這個就自己決定 其實這個 真的很簡單啊 就是 但還是有保友不知道啊 所以我特別拍這一部 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就大概這樣啦 這個影片很短 因為重點就是講這個 然後最近 這更新好像都沒有更新什麼特別的東西 所以 也沒什麼好說的啦 我覺得 對啊 就大概這樣 OK